我們來邀請駱魚 給大家分享 團導師 楊雲雲長 各位現場的長老家人 大家午安 非常開心 有這個榮幸上台 這一次駱魚 參加了導師的這個 美博型 非常非常開心 然後 接收到 很強很強的一個能量 挹注 那在 駱魚在 有一天的中午 然後很期盼跟導師 能夠對話 那因為 進了超馬到現在快四年 然後一直希望說能夠有這個機會跟恩師 對話 然後那一天 導師就在虛空中接收到 若羽的 一個 一個奇葩 真的很神奇 然後 真的是 不可思議 那 那那天是坐在一個 很醒的長桌 那其實 其實距離導師 還有很遙遠 然後 也不知道那天 中午大家 吃用了餐 然後 有些人是到洗手間 那有些人到外面 那結果沒有想到導師呢 就那天 若羽剛好坐在 維庭 還有維恩 還有 維庭媽媽的隔壁 然後 導師就走過來 就 坐在 若羽的正對面 好開心 真的好開心 好開心到 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言喻 有這個榮幸這樣子 然後導師非常非常的 親切 對 就真的是 像我們螢幕中看到的 這麼親人 然後 這麼和蔼可親 然後 關心著 所有的學員 然後 老師也 若羽就跟導師說 老師 若羽 近來抄馬到現在 已經快要四年 然後很期盼跟導師對話 沒有想到導師就 坐在 若羽的正對面這樣子 那天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 整個能量 就是在 拉斯坦的這個過程 每一個 每一個體驗 都非常非常深刻 然後在靈魂記憶體討員 寫下了一個 非常非常不一樣的一個 記憶 跟一個 提升 然後 在這邊 真的非常感恩 營運長 帶領我們大家 喔 這樣努力的前行 那其實 其實很奇妙 去到那邊 若羽寫完新的 每天都是 三點多 只是 兩個小時 可是那個 墊 就是 滿滿的 就是也不知道那個能量到底 到底是怎麼來的 真的我們 我們有機會 一定要 跟著寶師的腳步 然後跟著營運長 我們 一定要有機會 一定要到 拉斯維加斯來取經 然後 在這裡 非常非常感恩 還想要再去 去了還想要再去 那回來的時候 若羽就坐在那個 家珍的隔壁 然後 若羽就問家珍說 家珍請問你 到 拉斯維加斯 來第幾次 他說 第六次 然後他自己主動跟若羽說 每一次來 靈魂都要神 那 其實在 在這個過程當中 真的覺得就是 我們一定要把握這個 每一次跟導師相聚 每一次跟 英運長學習的機會 然後 在 在 整個拉斯 拉斯團的這個 這幾天的行程 就 發現說 哇 老師 原來 不管吃喝玩樂 不管 所有的課程 都是這麼精心的為我們 來設計 來用心的安排 然後 英運長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付出 可是他的墊 永遠好像都用不完 也是看到 看到英運長就有一股那種 仙氣 靈人 然後就會覺得說 很想跟他靠近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說 哇 老師的 這個 到了那個太空眼的那個體驗 整個人就真的就是在 被拉近那個情境裡面 哇那天瑞宇好 好開心 好開心 整個靈魂好像跟著就是 跟著就是 太空梭一樣 然後就整個這樣子 奔放 要身這樣子 好開心 然後 幫過 老師安排了 我們住在那個 一樓是 那 樓上就是我們住的 旅館 還有 我們的客室 那 整個就是很 很大的一個落差 讓我們反思 就是整個 所有所有的導師都是 很用心的安排 讓我們去體驗 整個過程 非常非常的開心 肉依還想要再去 真的 還有馬來西亞 快點喔 還沒有報名的同學 快點快點 加緊腳步 Standing 很付出 他們每天都在群裡面 還有誰 還沒有報名 快點 這樣子加緊腳步 然後 很開心 不管心中夜雨 就是 第二天 若宇跟老師說 老師怎麼辦 我今天 那個 昨天晚上那個 星空夜雨 沒有勇氣 就是 提問 然後老師說 今天晚上再問啊 沒有關係 這樣 那 若宇就 發現說 要真的要抓住這個機會 一定要 把自己的 不要怕 不要就是 害怕 就是要 我們就是要學習 我們就是要成長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若宇真的是 能量滿意 收穫滿滿 非常感恩 餞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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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